今天是3月21號 星期二 好 那在昨天的台股 其實是量縮小幅度的震盪 主要還是在等聯準會的利率會議結果 最重要的 當然就是矽谷跟瑞幸 矽谷跟瑞幸 這兩件事 可以算是未爆彈拆除 但是不能算是利多 原本就是矽谷跟瑞幸 矽谷跟瑞幸 這兩件事 可以算是未爆彈拆除 但是不能算是利多 而原本就是 瑞幸被收購 實際上只能算是不確定因素解除 但是不能算是利多 好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在上禮拜一直在強調 其實 今年2023年 台股就是走一個長多的趨勢 在這個長多的趨勢裡面 一定會遇到突發的事件 你說今年台股是到吃甘蔗 會逐季跟逐月的好轉 就是說越來越強 但是你說中間完全不會有任何的波動 震盪嗎 不可能 尤其台股是潛跌市場 你說遇到一些外債因素的震盪拉回 這些都很正常 我們上個禮拜一直在強調 其實 在一段大趨勢裡面 遇到一些突發性的狀況 我們唯一要去判斷的就是說 這些狀況它到底會不會扭轉趨勢 如果不會扭轉趨勢 拉回來不就是新的機會 是不是 所以我們上禮拜也一直在強調 矽谷它不可能會演變成 雷曼兄弟第二 2.0 瑞幸它也不可能會倒閉 或是說不可能會演變成 新的金融風暴 就像我在強調的 我不知道說 瑞士的政府它會怎麼去處理 也不確定說它會怎麼去解決 但是我能夠確定的是 這件事一定不會擴大 所以既然說不會擴大 你去看這個位置就像我們講的 既然說在這個位置已經確定 因為說瑞幸跟矽谷的問題都解決了 確定不會對今年長多的趨勢造成扭轉 既然不會扭轉 拉回來就是一個新的切入點 既然說不確定因素解除 我們就回到我們當時所講的 記不記得 當時開紅盤日 指數從年限下站到年限之上 我一直告訴大家什麼 我一直強調一個邏輯 就是指數在年限之上 240MA 指數在年限之上 這就算是一個普遍定義上面的 多頭行情 普遍定義上的多頭行情 因為說年限本來就是 比較通用一點的多空分界 我們其實在年初 我一直強調一個邏輯 所謂的多跟空 最重要的意義是在於說 整個市場的認同度 你說要怎麼去分辨說 目前的行情是多頭還是空頭 其實這個東西是不容易定義出來的 你說有些人可能看週線 有些人可能看月線 有些人操作是半年 有些人操作是幾個禮拜 所以其實多跟空的定義 對於每個人來講都不一樣 它沒有一個很絕對的定義 我們在年初就講過 如果你真的要 給多頭一個比較明確的定義 那就是市場的認同度 所謂的市場認同度 就是市場效率 指數在年限之上 市場認同度就會高 市場認同度高代表什麼 代表說所有的股票 它就會回到它應該有的價值之上 就是說有一些 因為去年的下跌 所以導致說一大堆股票 那個本益比都不合理 股價都不合理 那當指數從年限下 翻到年限之上 很多的股票它就會漲回到 它應該有的價格之上 這就是多頭最大最大的特色 所以總結一下 今年2023年台股就是走長多 它會足跡越來越好 那中間遇到的突發性狀況 只要不會扭轉趨勢 這就是新機會 所以矽股跟銳性問題解決 我們就回到了我們當時年初所講的 這就是一個正規的多頭行情 那既然是多頭行情 產業加數字就會非常的好賺 因為在多頭行情裡面 市場認同度高 那我們掌握了產業加數字 就會輕鬆知道說哪一檔股票 它是貴還是便宜 它的建議售價是多少 那當在市場認同度高的情況下 產業加數字的威力 就會無限的被放大 等一下我會舉例給大家看 你去看 包含像是2471的資通 有吧 資通我們上個禮拜一直在強調 跌破40元以下 你就勇敢閉著眼睛去敲試價單 就上個禮拜四喔 上禮拜四 資通跌破40元 上禮拜五 一根漲停板 昨天又再一根漲停板 很輕鬆20% 所以 大家記得先加入我的 LINE的好友 包含像是3680的加登 近期很強勢嘛 還有3661的四星 四星跟加登 我們都是在農曆年前喔 不誇張 在農曆年前 就公開送給大家 一直到現在還放在我的 LINE的好友裡面 所以大家記得加入去看 拿起手機 直接拿起手機先打開相機 打開相機掃描這個QR Code 掃描這個QR Code 可以直接加入 包含資通 林群 林一 貝利 這些短線上的強勢 軟體股 你通通都賺得到 今天一樣會分享 屬於說 年限之上 最新的便宜好股票 直接掃描或輸入ID 小老鼠 W178 當然說 在我的 賴好友裡面 賺錢是必然的 重點是 我會帶給大家說 對於股票市場 全新的視野 就像是說 我會用比較生活化 比較白化的方式 去告訴大家 其實做股票 真的不難 就像我們在講的 什麼叫做 一檔股票的建議售價 就像你知道 一顆茶葉蛋 你知道一顆茶葉蛋 賣30塊叫做貴 賣5塊錢叫做便宜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茶葉蛋的建議售價 就是10塊錢 一樣的邏輯 你如果說知道 每一間公司的建議售價 那買賣股票怎麼會有問題 所以你看 6874的貝利 我們從3月初 我就一直在強調 AI軟體相關這一塊 這是屬於大趨勢 所以一定要去做留意 大家可以去看 因為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說LINE的粉絲團 文章都會留存 你可以回到3月初 當時我一直在強調 AI軟體相關這一塊 一定要去做留意 因為這個邏輯很簡單 以AI聊天機器人來講 這是大趨勢沒有問題 AI聊天機器人 最直接的受惠者 叫做IP 因為IP它算是整個晶片的大腦 但是IP不可能無止境的漲 你說創意跟世新 它都已經漲到1300、1400了 難道還要漲到2000嗎 短線上不太可能 這個時候資金就會擴散 擴散到一樣也很重要的 軟體跟資安相關 所以當時在3月初 透過產業我就會知道 接下來是輪到這一塊 好 那你去看 當時我一直在強調 6874的貝利 你說掌握產業加數字 最大的優勢在哪裡 我們可以很輕鬆知道 一個族群裡面誰是貴 誰是便宜 6874的貝利漲上來 因為今年要賺5塊錢 要賺5塊錢 用未來的預估EPS 對比上現在的股價 本益比已經到了25倍以上 這是最真實的本益比 因為說未來的數字 搭配上現在的股價 本益比已經過了25倍 25倍不是一個便宜的價位 好 那所以6874的貝利 它的本益比已經到了25倍 那就像我們當時所講的 我們不用去買貝利 把貝利當成是一個指標就好 當成是一個標杆 也可以說它就是一個定毛 讓整個族群下去做比價 好 那既然說貝利是標杆 那我們就可以反向去做資通 反向去做01 反向去做01 反向去做0群 所以當你了解到這樣子的邏輯 當貝利漲上來 其他的股票通通都是送分體 你去看2471的資通 我們也是在3月初告訴大家 3月初一直告訴大家 AI軟體相關這一塊 我們用貝利當指標 它本益比已經拉到25倍了 我們不用給太多 其他的股票10到15倍一定是合理 好 那你去看資通 2471的資通 它也是軟體代理相關 今年2023年 預估EPS是3.5到4塊錢 這是未來的數字 未來的數字 對比上現在的股價 這就是最真實的本益比 那你去看 2471的資通 今年要賺3.5到4塊錢 股價不到40元 這個本益比不到10倍 那你去想這個邏輯 在一個有效率的市場裡面 同樣是同樣的族群 倍率本益比到了25倍 資通的本益比不到10倍 能看嗎 這個不合理啦 那在一個效率市場裡面 當出現這種不合理的價差 就是同樣的商品 類似的商品 一個非常貴一個非常便宜 那它就一定會去做比價 這就是送分題 所以你看 當你了解到了產業加數字 你會知道 不到40塊錢的資通 這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價位 好 所以你看 2471的資通 當你掌握到了未來的數字 3.5到4塊錢 40元以下買很輕鬆 3月8號一根漲停板 好 重點來了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它要跌下來嗎 那你去想 當時我一直在告訴大家 既然說資通它是賺4塊錢 如果這一支跌破40塊 這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低尖買點 所以你看 當時你去看這個技術線型 看起來是很醜沒有錯 就是爆量 爆量留一根上引線 如果說你單純去用技術指標 或是說一些加量結構來看 這個位置應該是要去賣出 沒有錯嗎 你去評估一下 這個位置是不是要去做賣出 一根這麼長的上引線 又加上帶量 而怎麼講 就算手上有持股 至少要先賣一趟 沒有錯嘛 但是當時就告訴大家 這個位置不用去賣 這個位置你要做的 就是加碼 或是再去做低接 或是持股續爆也沒有問題 那你說為什麼 線型長這麼醜 但是我會知道這個位置 不用去擔心 邏輯很簡單嘛 因為我知道 資通今年要賺4塊錢 既然要賺4塊錢 給個最安全的本益比 10到15倍就好 42元的股價非常的便宜 所以不用去賣啊 那你去看 我一直在想在247的資通 它的 它一個最安全的價格 就是跌破40元以下 因為跌破40元以下 本益比已經低於10倍 在一個效率市場裡面 一定會有人去做賣 做低接 所以當它跌破了40塊 就上禮拜四嘛 跌破40元 上禮拜五 3月17號 直接一根漲停板 昨天 又再一根漲停板 是不是 很輕鬆就賺到了 兩根漲停板 這真的就跟我們講的一樣 見到40元以下 你閉著眼睛去買 兩根漲停板 就到手 這就是產業價數字 所以就像我講的 在股票市場裡面 你說會遇到很多的一些疑難雜症 包含說 你已經有持股了 當這檔股票拉回 你要不要去續報 或是說 一檔強勢股拉回來 我能不能去做低接 或是說 我手上的股票已經有獲利了 當它跌下來 我是不是要先停利一趟 會遇到很多 很多問題 但是說這些問題 其實透過產業價數字 通通都會解決掉 你去看 這個位置 這裡看起來 這一根看起來好像很可怕 好像要反轉 但是如果你知道產業價數字 你會清楚知道 40出頭的股價不貴 既然不貴 這個位置反而可以逆勢去加嗎 是不是 昨天一根漲停板 這個位置加碼的 全部又都是賺錢 很輕鬆 就是20% 所以你去想這個邏輯 當你掌握了產業加數字 買賣股票賺錢 還會有什麼問題 是吧 再來 同樣是族群裡面 2453的零群 也是一樣的概念 當時我們強調 零群它在50出頭的股價 本益比大約是15到16倍 如果向上去比較貝利的話 零群其實也還不貴 當時50元下佈局 3月8號一樣是一根漲停板 上禮拜五 小幅度的修正在一根漲停板 昨天 又在一根漲停板 是不是 非常的漂亮 稍微的拉回來 大盤一回穩 兩根漲停板就出去了 一樣是20%起跳 所以其實 在一個效率市場裡面 你只要掌握產業加數字 賺錢真的就是 你說 為什麼貝利漲 零群 資通 零一這些會跟著漲 其實 這是理所當然的 就是說 在一個效率市場裡面 它一定會有這種比價的關係 那這個比價的關係怎麼去抓 靠的就是產業加數字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因為說 短線上不確定因素解除 就回到我們年初所講的 年限的大買點 年限之上 是有最多便宜的好股票 我們在今天一樣會針對 軟體相關的股票 下去做佈局 利用廣告時間 直接打電話進來 也利用廣告時間 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NE AT 小老鼠 WE178 WE178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所以今天的台股 表現一定也不會到太差 目前台子夜盤是漲了大約是 90幾點 預計等一下台股開盤 也先開個至少是60到80點以上 所以今天的台股 會是在聯準會公佈利率會議前 一個很好很好的買點 因為昨天亮說 應該說這幾天可能都會比較亮 因為市場在觀望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聯準會這一次的利率會議結果 不可能會太差 就是說他公佈的 應該說升級馬數 不可能會太高 邏輯很簡單 美國明年要總統大選 大家去想一下 當時在2008年 2008年發生什麼事 2008年當時的執政黨是小布希 因為說小布希是執政黨 結果發生了雷曼兄弟 結果 慘輸 慘敗 是不是 所以 他不會讓這件事重演 所以你說這一次的這個 利率會議 升級馬數會不會太高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就算要升 他也是等到這個風波過了再說 所以既然說 聯準會升級也不需要擔心 那我們就是回到年初所講的邏輯 矽谷跟銳性 這就是一個短線上的小插曲 既然說解決了 我們就是回到當時所講的 年限就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大買點 因為你說 當時我們一直在強調 其實說掌握產業加數字 在一段多頭行情裡面 整個優勢會被 不斷的被放大 不斷的被放大 大家去回憶一下 當時我們在 開紅盤日是怎麼講的 就是說 指數在年限之上的時間越長 產業加數字的威力 它會越來越大 它會一直無限的被放大 邏輯就在於說 市場認同度 那這些超底的股票 通通都會補漲回去 其實你可以 其實我一直在告訴大家說 你可以去把 有一些個股的線圖 把它說 拿去做回顧 把我說 當你掌握到一間公司的建議售價 那你去把一間公司 它的線圖下去做回顧 你就會發現 你現在的所有問題 都不會是問題 你去看喔 3680的加登 3680的加登 也是這一波很強的股票 3680的加登 當時我們一直在強調 掌握產業加數字 你會知道 它在什麼樣的價位以下 是便宜的 3680的加登 它主要是做EUV的 極紫外光的光照盒 因為說極紫外光這個東西 主要的生產者是埃斯摩爾 大約是全球有八成都是埃斯摩爾 所以這個東西是寡讚 寡讚給個15倍本益比一定是合理 因為說EUV的交期長 所以它可以反映到2024年的EPS 2024年的EPS 以目前在手訂單來看 大約是25元起跳 好 所以透過產業加數字 我就會清楚知道 3680的加登 它一個比較 比較合理的價格 大約是在375元 因為15倍的本益比 搭配上2024年的預估EPS 25塊錢以上 就大約是375上下 好 那你去想 當你知道加登它一個 比較合理的價格 是375 好 請問這個位置 你要去做什麼動作 假設說你在300以下沒有買到 在3月6號319 要做什麼動作 很簡單嘛 這個位置一樣可以去做買進 一路往上漲 所以其實你去看 為什麼我會一直說 3680的加登 300元以下 你就閉著眼睛去敲試駕單 這個位置就是低風險 而且高爆頭的買點 邏輯很簡單 因為我知道3680的加登 它的建議售價 至少是在375元以上 既然是375元以上 375以下 就是一個很便宜的價位 既然說375元是便宜 300元不就是更便宜 所以你去想 當你心中有了這個數字 375元 你看到這一根上引線 你不會覺得很可怕 因為如果說以技術型態來看 帶量 流上引線 感覺要反轉 感覺要出貨 什麼感覺都會來了 是不是 但是你去看 當你知道375以下 都是便宜的 這個位置 就算你是買在最高點 334.5 也無所謂 因為它還是在一個便宜的價位 如果說空手的投資人 當天也可以去切入 已經有持股的投資人 當然就是去續報 因為既然說它 建議售價是375元以上 334.5當然可以去續報 好所以你看 當你掌握這個數字 第一你不會被洗出場 第二如果空手你可以去做切入 這一天 341繼續往上漲 上禮拜五 昨天 最高又來到了364 是不是 很輕鬆 漲幅又超過了20% 足足20% 300元以下 市價單隨便你敲 昨天最高364 很輕鬆就賺到了20% 所以這就是在一個多頭市場裡面 最大最大的特色 掌握產業加數字 賺錢真的就是這麼輕鬆 因為多頭市場 它是屬於效率市場 在一個效率市場裡面 一間公司 它只要說基本面夠好 股價也偏低 市場就會去買單 只要說市場去買單 它自然會漲回到 它應該有的價格之上 所以你了解這個邏輯 你就會知道 掌握產業加數字 當指數在年限之上 這到底會有多好賺 所以我們今天一樣 會針對這類型的股票 下去做布局 便宜的好股票 全新的AI概念股 大家可以拿起手機 用手機掃描現在 右下角的QR Code 可以直接加入我們的LINE好友 大約是中午還有盤後 就會在裡面去做分享 如果想要直接跟上 下一檔的全新AI概念股 歡迎利用盤中時間 打電話進來 目前的行情 真的比你想像中的好 因為你說單純去看指數 你當然會覺得 好像很震盪 好像有點可怕 但實際上 很多的個股表現都很好 包含像是 所以你看 3680的加登 很輕鬆20% 一樣是掌握產業加數字 3661的世新 有吧 這些我們都是公開講的 一直告訴大家 1000元以下 你就閉著眼睛去敲試駕單 多少價位都好 900 925 950元 975都可以 只要是1000元以下 你就閉著眼睛敲試駕單 3月15號1070 3月16號1125 3月17號12325 昨天又在創高1245 1000元以下 隨便買個一張 漲幅25% 20萬就入袋 這就是產業加數字 所以 總之就是一個概念 當指數持續 手穩在年限之上 這就是一個 普遍定義的多頭 在多頭裡面 市場認同度高 個股一定會 回到它應該有的價格之上 所以掌握產業加數字 威力就會 無限的被放大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這一次是年限大買點的第二次 也可以算 也有可能會是最後一次 今天我們會針對 全新的AI概念股 下去做佈局 歡迎利用盤通時間 直接打電話進來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